青少年盃我是代表大力足球俱樂部出賽 那這個盃賽是我身上國中的第一個比賽 那除了場地變大比賽時間也變球 所以俱樂部也針對這兩點有做了一些體能的訓練 還有就是教你一些戰術還有打法 就是除了要謝謝教練也要謝謝我的隊友 的球和球的隊友陪我陪我現在走到的事情 那我的目標其實希望可以進入冠軍賽 然後因為我們國小就有類似的比賽 我們都是在四強賽輸球 所以希望這支可以突破然後得到好的成績 大家好我叫邱瑩達 我從二年級就開始自球 然後這支參加青少年盃我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團隊的合作 他會在球場上不放棄頭的精神 然後還可以透過踢球 交到很多志同道德的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大安足球俱樂部的教練 我姓羅 叫羅志青 我帶隊的理念就是我希望可以把我們 讓我們的小朋友踢球健康 然後在足球的競技這條路上 越走越順這樣子 那也可以推動台灣的足球 我們來參加青少年盃目的就是當然 不外乎就是為了要贏比賽 那這次進了四強 其實都是孩子們鼓勵自己爭取的這樣子 我現在不取得到一個小朋友 我可以不取得到一小朋友 我其實年紀錄的 我下次再來 我以為誤會